你决定要来燃烧一些脂肪 你第一件事是泡个放松的热水澡 然后把闹钟设定比平常晚个几小时 你还叫了一些黑巧克力待会儿吃 原来在健身房爆汗并非得到梦幻身材的唯一方式 有氧运动是最燃烧复古脂肪简单也最棒的方法 不论你目前有多少度有 你可以把脂肪走掉 跑掉或慢跑去掉 这种低冲击性活动对你的骨头有益 最棒的是这会加速新陈代谢和心率 弄霜好鞋慢慢起步 就算慢慢跑也有很多好处 因为你减重还呼吸到新鲜空气 这对于大脑也是完美的休息 跳绳很适合用来让心脏跃动血液畅流 假如你没有跳绳用电线取代 只要先确保插头拔了 就连一天几分钟也对身体有奇效 并且给你正能量 卷腹是燃脂的顶尖运动之一 卷腹只单独练腹肌 它就是这样才让你登上六块肌特快列车的 卷腹也会强化核心 这包括下背肌和斜肌 就如所有这些运动慢慢起步的好处最多 重点不是你做多少而是做的方式 保持腹肌紧缩并且收下巴慢慢做 而且要正常呼吸保持姿势正确 当你感受到肚子有转变的疼痛 你就知道这个有用 假如你想快速减重 并用上身体每条肌肉 答案就是波笔跳 你不需要任何设备 现在就来试试看吧 双脚与肩同宽站好 手臂放两侧 摆出深蹲的姿势 并把双手放地板 双腿往后胯 进到平板式 双脚往前跳 回到深蹲的姿势 回到站姿 继续进行30秒 然后再休息30秒 波笔跳是高张力的全身运动 能够燃烧许多热量 燃烧的脂肪还比多数运动 多达50% 你在几星期后 就会看到初步成果 重训加速你的新陈代谢 所以这是另一个 优良的燃脂运动 使用重量器材时 身体保持在正向状态的时间更久 甚至是当天练完几个小时后 假如家里没有重量器材 就发挥创造力 用水瓶装满衣服的脸盆 满满整罐冷冻意大利面酱 还是厚重的书本 只要记得从轻的开始 慢慢换取越来越重的东西 理想的健身应该结合 有氧和重训 这样你不只然之 还能同时练肌肉 许多人爱把瑜伽 作为冥想与放松的工具 这也会让你的肌肉更加强壮减实 为你将来的运动赋予能量和更好的体能状态 增加灵活度并平衡新陈代谢 平均只要做30分钟瑜伽 就能让你燃烧大约150大卡 也因为这能帮你放松并摆脱压力 所以也能够减少不健康的食物引头 黑巧克力热量高 所以你只需要一小口 不过就算你停不下来也别担心 黑巧克力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是身体用来燃烧热量的健康脂肪 这些巧克力脂肪 也有助于控制你对糖和其他不良食品的引头 在餐前吃一小片 能减缓消化并延长饱足感 此外这也是抗氧化剂与矿物质的优良来源 而且含糖量比牛奶巧克力低 它对你的脑部运作也有好处 世上有各种美味的好脂肪 吃这些不会有害健康 像鸡蛋、坚果、橄榄油和烙梨这样的食物 能用健康的方式帮你减少腹部脂肪 好脂肪也对你的心脏、胆固醇和整体健康 有益 多只鱼如鲑鱼和幼鱼都富含Omega-3脂肪酸 会把身体的所有脂肪当成标靶 健康的脂肪依然高热量 所以请保持均衡饮食 并用蔬菜搭配这些鱼 限制盐的摄取量 太多盐分会让身体储存额外的水 避免所有垃圾食品、加工食品 尤其是高纳的罐头食品 别全部抛弃 而是要保持健康的平衡 这样一来 大脑就知道它不用多保留水分了 如果你想要帮餐点提味并替代盐 试试在食物上添加可食用香氛结晶 这些会让大脑以为 你吃的比实际上多 你会更快饱也饱更久 在你家餐厅墙上放一面镜子 研究人员让学生待在 有镜子和没镜子的房间 请他们在巧克力蛋糕和水果沙拉之间做选择 巧克力蛋糕似乎对房间里有镜子的人来说 比较不好吃 不过这不影响水果沙拉的口味 你真的会在睡觉时减肥 你的身体需要这个时间修复肌肉 排毒并把脂肪转化成第二天的能量 你要是每天晚上都没睡好 身体会用释放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来反应 它会启动战桃模式 取代修复和燃脂模式 缺乏睡眠可能让你更加渴望食物 因为身体担心它可能需要未雨绸缪 绿茶充满抗氧化剂非常适合减重 这也会让你感觉良好并充分补水 如果你不喜欢绿茶的味道 那就用其他燃脂成分添加风味 肉桂提升胃部新陈代谢 把脂肪细胞从肚子上直接烧掉 一片柠檬或一点点蜂蜜也有帮助 抹茶所含的抗氧化剂数量甚至更高 不过要小心 请祥月标签 很多公司在抹茶里面加糖 这你可不需要 间歇性断食最近蛮夯的 其重点在于改变你的饮食模式 让身体有时间消化你吃进去的一切 并自我洁净 不论你喜不喜欢 你每天都在间断性断食 你每次没有在吃东西的时候都是 连睡觉也算 与其计算热量 你计算的是时间 你可以试16比8法 傍晚结束进食 然后在16个小时后的第二天 吃下一餐 最佳进食期间 为早上9点到下午5点 或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 确保你的进食量正常 并且在间歇性断食期间充分饮水 在进食期间即将开始前运动 运动可能让你觉得饿 高鲜食物会让你更有饱足感 花椰菜 豆子 坚果 那一类的会让你在吃的时候 不去拿更多食物 纤维帮你清洁消化系统 并且吸收更多营养素 维生素与矿物质 披萨与汉堡充满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 可是它们并非全都一个样 意大利披萨的皮很薄 而且起司没有纽约或芝加哥式的那么多 你也可以选配了比较多蔬菜和鸡肉的 你只要觉得需要一块巧克力或洋芋片提振心情 就伸手拿杏仁或吃小黄瓜或红萝卜代替 这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不过身体以后会感谢你的 减少生活中的压力 也可能帮你达到梦想中的腰界线 多做让自己开心的事 出门去拥抱你亲爱的人 并长保笑容 这些都有用